锂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组建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 国内锂电池的产能也在飞速扩张 今天我们为产业小镇代言的融媒体节目 走进锂电池产能规模在全国限域排名第一的理想小镇 在江苏省丽阳市高新区 有这样一个专门生产锂电池的理想小镇 这里聚集了超80家上下游企业 锂电池年产能达90亿瓦时 可以满足近200万辆电动车的生产需求 这是一家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电池系统的企业 在这个车间里 一款采取了最新结构设计的电池包产品 正在经过涂胶焊接测试等多道工序 最后完成组装 这样一种电池结构设计 它能够提供很高的能量密度 这样为我们整车提供500到6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里程 锂电池生产出来后 还要通过特定的结构封装起来 才能安装到电动汽车上 这家专门生产锂电池结构件的公司 采取冲压技术 既能保证结构强度 又能提高生产效率 工厂里60多台冲压机同时开启的时候 每天能生产数百万个圆形结构件 得益于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在当地的落户发展 一批提供配套产品的公司也纷纷入驻理想小镇 一个以锂离子电池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正在理想小镇迅速发展 未来我们将聚焦项目 聚力创新 通过构建科创平台体系 招引培育高层次人才 形成更为立体的产业生态圈